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白天上涨幅度 加上晚上外盘上涨幅度 高达8.7% 创下近年最高的一个单日涨幅 目前报价是5300点左右 财务司指数是上涨了3% 目前报价已经是上涨了700个点 黄金价格是依旧在1640美金附近徘徊 但是波伦特原油昨天下跌幅度较大 低幅超过6% 目前报价是在20美金附近 澳元兑美元的目前报价是0.6170 比特币价格上涨10% 目前报价6500美金 好的 感谢JK的介绍 那么JK啊 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从昨天起对公众聚会的人数限制变为两个人 违反者会罚1600澳元 这项举措对于市场情绪稳定是否有帮助呢 对的 那么其实呢 这个消息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整个疫情的稳定和控制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老外啊 大家走在路上都会发现啊 这个不太喜欢戴口罩 也不太注意这个疫情 那么政府出台这项举措呢 其实针对的就是老外 第一个呢 就是最喜欢做什么 他们呢 最喜欢就是出去玩啊 加堆 一堆人聚在一块一起去蹦迪啊 聚会开party 啊 什么都挡不住他们聚在一起 娇娇洒洒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在聚在一起之后的这个成本就会上升很多 啊 因为老外最讨厌什么的啊 最讨厌就是罚款超过750澳元 啊 他们纳税啊 像我们大家纳税了几十年 那好不容易等到政府发钱了 啊 结果聚个餐啊 一起吃个饭 被罚了1600块钱澳币 明天每个人啊 都要罚1600 三个人一起吃饭 就要吃掉4800澳币 完全属于天价餐厅了 所以呢 在金钱面前啊 一些我们说追求自由啊 徒劳的 所以呢 一间在大街上呢 大家可以偶尔啊 啊 不要特意的出门啊 如果去买东西的话 可以看看警察还是挺多的 但是呢 以前警察都是三四个人一起 现在呢 也是变成两个人了啊 以前我们说坐公交车啊 那个查票的人都是三人行 现在呢 啊 其实呢 很久已经没有进到查票的了啊 估计大家都已经放假回家了 所以呢 结论就是啊 这个限制是绝对有效的 企业呢 也不敢开工啊 因为开工一天 假设一百人的一个公司 那么一天就要罚款啊 一千六成一百就是十六万 谁都黑死了啊 当然了 整体也没有公司会这么做 那么一切顺利的话 未来澳洲控制疫情的力度还是很强的 并且呢 也会相对比其他国家欧美要顺利一些 澳大利亚在目前控制疫情的整个操作空间呢 都是比较可圈可点的啊 虽然不能让大家百分之百满意 但总体来说 政府至少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 那么澳洲股市呢 在昨天得到这一消息之后啊 啊 加上晚上晚盘一共上涨超过百分之八啊 所以说表现也是非常严厉了 那么后续的影响呢 其实还是逐步检验出来 那么最近呢 大家也要关注一个重要的数据 叫做澳洲失业率 我们知道 今年呢 本来澳洲的经济就是在不断的下行中 那么其实呢 就是企业啊 现在也不敢开工嘛 开工就要罚钱 对吧 一个人罚一千六万块赔死了 所以呢 澳洲股市在昨天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也是打了一个胜仗啊 上涨超过百分之八 那么后续的影响呢 大家也需要看一下 就是关注一下澳洲的整体的失业率的一个数据表现 整个今年的澳洲经济状况啊 都是一个下行空间 但是呢 经过疫情的雪上加桑之后 我们要重点关注几个行业 那么首先呢 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零售 航空 能源 旅游 服务和流行 这些澳洲最重要的几个行业和最有优势的行业 那么从行业数据上来看的话 能源公司现在呢 因为石油价格暴跌 大家已经不赚钱 甚至有的公司开始亏损 甚至有破产 那么大家如果是要超级能源公司的话 一定要注意公司的一个破产风险 第二类呢 就是金融公司 金融公司的话 非银行 非传统银行业务 大家要处于金融公司的风险 因为一般金融机构 国际上的据实验都有杠杆 那么在金融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 有的公司它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 第三呢 就是可选消费类 不是必须消费 那么COS 沃沃是属于必须消费类 但是迈尔 还有这些KRON 属于可选消费类 那么这些的公司都是存在一定较大的风险 所以大家要超级的时候尽量避开 那么从违约率来讲的话 因为今年下半年开始 澳洲政府也是给出了三到六个月的一个疫情缓中期 美国方面的话 在今年3月28号 就是前几天 已经是出现了8000多信用债的违约情况 所以未来债务市场 就像我们去年年底说的 假设没有疫情 整个债券市场和债务市场依旧是会出现风险 那么现在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两个数据 一个就是失业人口失业率 第二个就是信用债 信用违约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于长期投资需要重点关注的 好的 那么最近很多人都在抄底 抄底有什么诀窍呢? 金融界有没有什么比较出色的案例呢? 请JK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最近确实有很多个人和机构都在抄底 有的人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华尔街智囊叫阿克曼 大家可以查一下阿克曼 用20天的时间2700万美金赚了26个亿 2700万翻了100倍 赚了26个亿 那么同样是夏天大空头 它是翻了100倍 那么现在在23号 其实它已经是把所有空头的 他们也都已经关掉了 并且从23号之后 美股最低点它就开始抄底 散手做多 它已经把外国的资金都倾盘掉了 所以说一战成名 之前它也是不错的 那么23号开始买涨股市 它也是抄了巴菲特的底 对吧 我们说抄底 要抄谁的底 它抄了巴菲特的底 所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那么澳洲公司呢 也是表现有很多不错的 像RFK 报街之后呢 最近几天已经翻倍了 那么我也有同事进场交易的 非常难 还有呢 CSL 这家疫苗血清股 可以说是澳洲的神股了 在疫情前是300多块 315 那么现在昨天又是315 每天的波幅差不多5%左右 日内交易 大家做得非常开心 我也有一个客户 赚得很开心 他已经连续十几天日内交易是赚钱的了 所以说呢 整体金融市场现在的动荡 也给我们大幅交易 日内交易 给出了很多机会 那么大家要找到自己熟悉的产品 千万不要盯着几百个股票 觉得自己有一个大的股票池子 几百个 那是根本看不过来的 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性格和熟悉行业的那几个 金日堂 找到合适价位 然后慢慢进场 做一个长期的合格的投资者 而不要今天换一个 明天换一个 主持人 好的 感谢Jeky的介绍 跟着朋友喜欢我们的节目 该怎么样和您取得联系呢 大家现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8-0603 和我们咨询相关的一些信用投资事宜 另外呢 我们现在也增加了很多在线的网课 大家可以了解并且免费参加 主持人 好的 感谢Jeky 8658-0603 欢迎各位继续拨打 Jeky我们下次节目统一时间 再见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再见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由澳洲知名的股票和外汇券商 GoMarkets为您播报 GoMarkets 1998年成立 连续五年成为墨尔本地区 最受欢迎的券商称号 为您提供股票 外汇 黄金石油 全球指数 与数字货币等多种产品 GoMarkets 您的股票外汇 首选交易券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